有个朋友问,MIRROR,即是蓝团组合,最近未来会在洪馆开展 但卖票引起了很多乐迷的不满 他说这次卖票让成的公关灾难,会不会影响8号的股东价值呢? 为什么他会觉得是公关灾难?我真的看不出是公关灾难 你有怎样分析这件事呢? 你的问题永远是宏馆的制度,即是宏馆的制度,即是宏馆的制度 你硬硬赖下去,很明显你不是MIRROR的粉丝 你不喜欢就别碰,买不到票可能也很生气 如果你粉丝怎会生气?因为你买不到票,你最多担心 所以如果你要吃花生,他就会吃 他说会不会影响电信营科的股东价值? 你的分析本身我自己都不认同,即是你的看法上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MIRROR?我自己会这样看 如果你硬硬要找一些东西,我完全不认同是公关灾难 甚至说,人家整个团队受欢迎,我觉得就是人家在公关上面做得很好 你真的觉得人家公关灾难,你本身也不会去买 所以你没有必要,我觉得看股票是,你长远来说结果就是对错 但是你的感觉,如果你不买这一套,你便没得意 但是我们经常说,你真的喜欢MIRROR,你又要投资 除了8号,你有什么选择? 人家的股价硬硬、稳固 我相信这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其他的业务 但是我们不会强烈推介8号 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不喜欢买一样东西 可能你喜欢那样东西,但夹杂很多其他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只会是这样 但是你说会不会是完全不认同的公关灾难? 是,好 譬如说,你现在买MIRROR可以先认够我们 就是用我们电讯网络的数据 然后那些计划其实也挺贵的 譬如说,你觉得反过角度看,你不觉得拖累电讯营科的股东价值 对6823又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利好或者好的带动? 也有帮助,但是我觉得这个间接性就实在太间接了 如果说8号硬正是一种广告各方面来说 他真的对免费电视牌照上面 免费电视的业务上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是挺意外的 但是你说要间接性 MIRROR的产品,浪费产品 未来我不知道,假设这样说 是不是有一间零售股 突然用很大笔钱跟MIRROR合作 然后你就要去炒它 炒股票我从来都不会用这些角度去看 所以如果你纯粹说浪费产品 合作的话,我觉得就没问题了 但是6823我觉得自己看法 就和香港的电讯行业一样 有个稳定性,防守性 但是这些位置去追 我觉得就不是一个好的timi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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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